中国苏江大潮持续扩大 短短两个月 明慧网就收到超过6万例 法轮功学员以及家属 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 法院的诉状副本 其中也有不少来自海外的控告书 包括纽西兰 澳洲 加拿大等地的媒体 都加以关注报道 大大的照片 76岁的法轮功学员陈瑞荣 登上加拿大温宁博自由报网站 报道写道 76岁的奶奶陈瑞荣 修炼法轮功后变健康 因为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 遭到软禁 积蓄和身份证都被扣押 还在公开场合遭到羞辱 目前 陈瑞荣已经向中国最高法院 正式控告江泽民 而在南半球的澳洲联合新闻社 则是在7月7号报道 从中国大陆逃离迫害的 三位法轮功学员 约翰·孟 大卫瑜和谢卫国 准备在本月加入上万人 刑事控告江泽民的大潮 另外 纽西兰独家新闻报 7月16号报道 纽西兰已经有50多位居民 向中共最高法院和检察院 邮递了诉状 控告中共前头目江泽民 而美国之音则是聚焦 三位从中国大陆来到洛杉矶的 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 他们已经把控告江泽民的控告状 通过特快专递 寄到了中国的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 他们要求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 对江泽民提出起诉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杰林编译